轮回故事 能记四世轮回的陈荣勇 作者感恩 陈荣勇自直方 是清初洪文院大学士陈燕生的儿子 陈荣勇生性朴实不说假话 陈荣勇和黎世宏两人关系不错 二人在顺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 一同考中科举 黎世宏自馈增 是福建常听人 一天陈荣勇忽然对黎世宏说 我与你见面的机会不多了 黎世宏问他为何说这话 陈荣勇便说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 原来他是一个既得四世轮回经历的人 接着陈荣勇便大致地讲了其前生的事情 第一是我是四川通畔的儿子 因低母管肃炎 出外做生意 赴死才回家 第二是在富贵人家当公子 第三是转身为京臣竹林寺的和尚 一天出外时碰到一群妇女 偶然注目观赏他们的身姿仪容 竟因此没修成而继续堕落轮回于人间 今生投胎到陈家 八岁时随父亲到竹林寺去 斋房路径完全记得清清楚楚 今世虽然生在宰相家 恐怕后世又要低下了 今生我定数应早死 如不早死必遭刀兵之祸 陈荣勇的父亲陈燕生是大学士 那陈荣勇为什么说他生在宰相家呢 原来清代常把大学士俗称为宰相 接着陈荣勇又说 他今生九岁时曾为阴间官员 每夜出京原神便离体到明府判决案件 小钟响时回人间 阴间种种事情开眼出生后就忘了 这大概是为了防止泄露阴间的事情吧 十二岁时他因范世被隔去明官职务 至于范的究竟是什么事 他不肯告诉黎世红 果然没多久陈荣勇就去世了 后来到了顺治十五年 西元一六五八年 陈燕生因罪被革职充军 古代王朝往往有连坐制度 家主如被发配流放 家人往往也要跟着被发配流放 陈荣勇若不早死 恐怕就会随其父一起被充军 很可能真的就遭刀兵之祸了 陈荣勇的话可算真应验了 看了这则历史记载 不由得让人感叹 轮回之事千真万确 人的生命绝不止世上的那几十年 不光有人间这一个空间的存在 还有阴间 有明官断案审判罪人 人活着真的不能犯罪造业呀 再看陈荣勇作为僧人的那一世 竟然因为注视女子而没修成 可见上天对一个修炼人的要求就更高了 作为修炼人真的要去掉一切色欲之心 以及其他的执着心才行啊 如果我 glue它 噝尾 随意识ient